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针对六四相关的 不管是过去的历史的演变 或者是真相 或者马英九的态度 我想有所讨论 我想借这个机会再请教你一次 今年六四 马总统有没有发表谈话 有 有正式的谈话吗 或正式的文章 总统有发表六四感言 发表在哪里 他公布在网络上 脸书是不是 不是 是新闻稿的方式 新闻稿 在什么时候公布的 今天早上吧 今天早上公布的 今天早上 对 我看到了 今天早上 那马总统去年有没有 有没有对六四谈话 有 每一年都有吗 对 所以我们印象中 好像 好像当了总统以后 跟没有当以前不太一样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总统在2008 2009 2010 2011 以及今年都有 都是透过这个网络 在总统府的网站 他也是透过新闻稿的方式 他今天晚上 可以去参加 学生所举办的 纪念六四的活动吗 总统啊 对 我不清楚总统的行程 这样的 那你会不会建议他参加 如果他对六四长期 真的 这个一以贯之 都那么关切的话 这23年的这个周年 我想以总统的高度 他也发表了 他的对六四的感言 他其实是蛮关切的 那这个应该是 就已经非常能够表达 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所以你会不会建议他去 你不会建议他去 你认为够了 通常总统的这个行程 不是我们的 这个我们来决定的 但是这个 总统要去参加 不管是去看一个学校 或者是到 会见什么人 其实是有高度的 高度的意涵的 假使今天 他可以在总统府 接见王丹 或者乌尔开西 那可是不一样的意涵 那我一向认为 类似这样的事情 他应该先跟你讨论 都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所以问你行程 并不是说 这行程当然不是你决定 但是这个政治的效果 跟意涵 总统所要表达的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请问赖主委您吧 包括您在内吧 跟像跟六四有关的 这个 我们也会有所 这个讨论 就是说 总统的这个 Statement 你会不会建议他去 今天呢 就是说 刚刚陈委员也提的 也建议过 提到说 是不是他要去接见谁谁谁 民运 海外民运人士 这个我们可以转达了 可以转达 委员们的关切 我们可以转达 现在是在问你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 二十几年来 那么尤其刚好是今天 就是六月四号 我们在这个国会殿堂上 我们要了解说 这样的事情 到底 到底对您的意义何在 那么马英九对这事情的 的这个标准 有没有变化 那所以才要问你说 要不要建议 所以不要 不要推给行程 也不要 也不要说转达 我想问你 你会不会 建议马英九去出席 晚上的 这个六四的纪念活动 我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总统发表的这个感言 他每一年发表的这个感言 表示出总统对这个事情的 关切跟他的高度 我觉得这个 蛮适合他的这样的 就是适合他这样的 总统的身份 所做的事 所以马英九会不会是因为 你这样的建议 所以不去 会不会是你阻止他去的 我当然不会阻止 我没有任何的权力 阻止总统的任何的 你的意思好像说 就是这样的事情 在脸书上或者网路上发表 讲讲话 这样可以了 这是 这个有关于同整 我们整个大陆 对大陆事务的 这个陆委会的建议是吗 我们觉得一个 很official的statement 就是 这个 以总统的这个高度来 他适切的表达 他对这个事件的关心 这个是恰当的做法 official statement 也有很多层次 我了解 我了解 就是 就是你没有这样的建议 你也不做这样的一个建议 另外 我再 我再请教你 因为我马上要进行 这个 这个江城会 那当然 刚刚 早上也讨论很多 那我一向觉得 为什么有几次 其实我们在讲到说 资助行销 或者是中国来台湾的访问团 那么 有没有做招商的事宜 有没有违反两岸关系条例 其实 我一向认为 假设我们的 这个法律有定 那么我们应该 我们这个政府相关的单位 尤其是执法 主政的机关 应该要落实 这个法律 所赋予你的任务 执法 那么要落实 那你觉得说不合时宜 比如说 我看起来 这个中国来台湾 招商的事情 你如果觉得说不合时宜 那如何会应该领嫌 看怎么样 来 来立法院也好 或怎么样来修改相关的规定 来做改进 而不是说 空有法令 那么空有法令在那里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上下交相贼 上下 这个自若网文 上下都不执行 其实连串的 已经有好多的案例了 好多的案例 这个 我也不需要你答了 但是我要表达一种态度 这个 有关于两岸 招商也好 经贸往来也好 那么只要 坦白讲 只要符合 这个相关的规定 这规定我们讨论 那么如果不符合 我希望陆委会 能够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能够落实来执行 包括我们几次讨论的 在湖北省省长来 江苏省 这个副书记 来几次 其实我这里都有 坦白讲我都 我都不太想再占用时间来讨论了 回去以后 在苏州的 官方的网站 在他们的文件 都是说来这里 来这里招商 来这里招商 那跟他们 那么来台湾的活动都不相符 不相符 我希望我再次提醒 那么要么你就修改 要么你就修改 这个相关的条例 如果是这方面是可以允许的 这方面其实党都挡不住 那么明白讲 明白讲 那反正 这个如果得到大家的支持 那么大家也不会反对 那么不要闷着眼睛 闷着眼睛 其实我 我刚刚提的那些 我请陆委会 自己回去检讨 好不好 我不要再说 说了 我感觉 好像这个死骨不化 好像在这里 我不晓得怎么讲 我现在想请问你 我现在想请问你 我马上要谈 这个江城的会谈 那ECFA ECFA已经一年九个月了 最近也有一些研讨会 大家讨论了 陆委会有没有做一个彻底的评估 我先讲我的看法 那过去陆委会 或者整个马政府 在讲ECFA通过之后 那么吸引能够跟这个减免关税 能够早收 然后能够让外资投资台湾 那么让台湾能够出口更多 那么这个到中国去 那从2000 从2007年 那么2000 ECFA签订以后是2010年 那么陆陆续续中国对 台湾对中国的出口 一直在走跌 这路也会清楚吧 我们对其他的 就比例上了 比例上是下降的 但对其他的地区是上涨的 但是个别有千早收的 比如说制造业工业的部分 有千早收的 有好几项成长非常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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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